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对手呢则是地主的选手 左手横排的卡尔森 在最新一期公布的世界排名呢 卡尔森是排在第47名 在这场瑞典公开赛的发挥也是相当出色 一路过关斩将来到了最后四强 这也是他继2014年的韩国公开赛之后呢 又一次的杀进公开赛的四强非常不容易 而在许昕的部分呢 在四强战是以4比1击败了台湾选手庄志愿 当然在前一天的八强战呢 志愿是先拿一局 同时第二局原本10比9是抢先逼出的局点 很可惜最后没有守下来 最后1比4落败 当然目前对战许昕也是尝到了7连败 对当然中国这位直拍很大的许昕 事实上呢他的整个球风的特色就是正拍的抢攻 左右的横移这速度呢 非常快 加上他的进攻的拉球的路线 也是蛮多的变化 大致上呢他可以产生的弧线呢 有一个侧拉的弧线 还有前冲的弧线 甚至有滑拍的弧线 也是喜新的 这个拉球确实是在整个选手里面呢 变化性是最多的 那对上呢瑞典的卡尔森 那卡尔森当然瑞典的运动员 这些打法呢就是希望形成呢 中眼台的发力对抗 那当然卡尔森今天呢要面对的喜新呢 除了中眼台有机会饮球之外 可能在短球的处理 这一块呢是瑞典选手要特别注意的 那毕竟呢中国的这个打法 尤其台内球的一些些控制能力 再来就是一些变化性呢 是领先欧洲的这些运动员 许昕呢在今年赛季来讲的话 也曾定在日本在拿到冠军 那这也是他今年所参加的第五场公开赛 所以也获得了这年终赛的邀请资格 因为整个公开赛 整个世界巡回赛 今年赛季将在这一战结束之后就画下据点 那来到12月呢还有一场年终总决赛 但是这并不是采用这个自由报名参加 而是要看你今年的表现 在单打的部分呢是各邀请15位积分排名在前面的选手 再外加一位地主的保送名额 那当然这也规定就是说 每一位单打的球员至少你要比 五战的公开赛才能够获得至少晋级的这个门票 那当然中国队有不少选手呢 就只差这一战啦就凑满五战了 所以来到这一战来讲的话 中国队也是尽锐尽出啦 在男单跟女单都是派出了6位选手来参赛 另外就是日本队的部分 来到这一战也是有接近30位选手来到北欧 要来争取国际赛的积分 中华队其实这次也派出了不少选手 去到斯德哥尔摩 那在男单的部分是以中志愿杀到8强最佳 而女单的部分的正义镜则是在16强阶段败给了刘诗文 这两位选手是在公开组的单打部分发挥最好的选手 另外在21岁以下呢 左手横拍的李佳生也是打到了8强 那没有办法再往前一步 当然中志愿在这战打完之后的积分 应该也足够让他获得下个月 李斯本年中赛的参赛门票 能够入选到年中赛的好手 那绝对是在今年赛里的状况非常不错 所以每一场比赛势必都非常紧张刺激 对 但主要还是就是积分 而且一定要参加公开赛 而且要得名 所以台湾一哥庄志愿呢 确实是非常不简单 那也可以说张志愿的整个训练整个情形呢 保持得非常的完美 比赛正式开始 左手横拍的卡尔森现在发球 一开赛就拼了 对 这个球你可以看出 直拍横打的洗心喔 步伐很快喔 側身之后呢想要再做一个交叉 当然卡尔森是个加厉的回击 也是最后四强里头唯一一位非中国籍的选手 再加上就是地主出身 对 那从第一集的来回球你可以看出喔 洗心完全是以短球来控制卡尔森的一种进攻 我想这个是一个战术的应用 这个球 洗心的机会球拉出界了 卡尔森不跟洗心打短了 就是把洛连给戳长戳身 1比2 1比2 对 又是短球上 当然卡尔森这个是直接进攻啦 但是确实你要跟中国选手呢 要以短球来做一个得分 事实上是不容易 我想卡尔森也知道 好 又是白短 又是白短 白短先接进攻 就是在桌球场上 不仅是单打的这个选手 双打的部分呢 揭发球更重要就是短球的处理 所以我想这个不是只有力量的展现 好 又是个滑拍 很可惜喔 洗心还是掌握了整个攻势 也是可以从揭发球的整个变化上呢 完全是许欣的掌握喔 当然这个是他本身呢 也是想要做一个强攻的出界 两位选手前一次交手就是在去年的瑞典公开赛 当时在16场战 其实卡尔森也是让许欣打得很辛苦 最后才4比3惊险的胜出喔 对 这个球呢 也是卡尔森呢 台内的一个直接的公主喔 大家很清楚的呢 许欣想要还是闪身 有时候呢 直拍的选手就是 你左右要进攻喔 所以你只能用单面为主 有时候会被掉开的 卡尔森连续的进攻 哇 想要变直线但是失败了 对 那洗心的眼台的 所谓的放高球喔 甚至反拉呢 都有一定的水准喔 所以这个直拍选手喔 可能会利用他正手的力道 做一个回击 所以想要再拼直线了 直线 还是失败 卡尔森在今年的瑞典公开赛 第一轮是先击败日本选手 立元洪光 接下来打败俄罗斯名将 席巴耶夫 第三轮呢 则是打败了华裔的加拿大选手王真 八强蛋则是遭遇到同胞好手 轮回斯特 则是以直落寺过关 让他挺进到了四强 主星的部分呢 第一轮是先击败比利时选手 接下来打败了 卡尔森的双打拍档 这个马迪亚斯卡尔森 接下来击败法国的布罗雪尔 接着就是庄志渊 也是连胜四场的姿态 来到了四强阶段 7比4 许昕三分领先 哇 这确实是发球呢 许昕你可以看出 他完全掌握的 发完球整个撤开 你打哪边我就还是抢攻你 第一集的过程 你可以看出瑞典的卡尔森呢 防守呢太多 那没办法 因为你可以看出许昕的 尤其短球的处理 掌握度非常好 又是短球 哦 一个拔拍 这个球是直接的触网 挂网 5比8 卡尔森还有一次发球的机会 哇 想要发一颗正所谓的长球 结果直接出界了 送给许昕第9分 两位选手都是左手持拍的运动员 那当然许昕是中国式的直拍横打 卡尔森的是用横拍 确实是 这个所谓的台内球之后的抢攻 完全是许昕前面的掌控 那所谓的短球呢 你有很多的技术要运用 包括白短 包括领球 包括一个动作上的 要快 许昕 11比5拿下比赛的第一局 先下一城 歡迎回到埃里达育和台 繼續欣賞2015年瑞典公开赛 南丹四強战 地主拳手卡尔森出战中国 直拍横打的许昕 在11月份公布的最新世界排名来讲的话 许昕是排在高知前十 排在第三位 仅次于马龙还有小将凡正中 而卡尔森则是排在第47名 不过可以看到地主拳手杀进最后四场 也可以听得出来 场面的观众是非常兴奋 第二局要轮到许昕先发球 好 哇 确实是 这个所谓的 短球上呢 能够 一个假动作 最后呢 还是许昕要发挥他正拍的 这个威胁性 哇 这短球 阿尔森呢 直接的要做一个抢弓 但是这个打得太凶 也不容易发力 没错 0比2的开局 轮到卡尔森发球 这个直线总算是推进了 第一局的比赛 卡尔森呢 努力的想要做变现 一直没有办法成功 直接把长球长得许昕对抗 这个是卡尔森确实发得不错了啦 毕竟呢 对方也没有多大的力道 3比 鼠心干脆也是直接发一个长球 要来拼卡尔森 对 这个在整个发球的策略 当然他清楚的卡尔森呢 在短球呢 事实上他知道卡尔森可能处理上没有这么好 对方的注意力可能是在短球 又是 哦 终于呢 逮到的拉球了 也是卡尔森第二分 非常兴奋 握拳 有自己的表现喝彩 左对左的球员 所以一般那种 我们说左手打右手斜线的陷入来讲的话 那在这个比赛应该也不会有这么明显的优势 两个都是左手要掉开的机会是比较难的 所以我想 尤其 喜新哦 基本上这一场球赛呢 他的侧身呢 非常的果断 当然偶尔会被掉中嘛 事实上呢不容易掉 好 又撤开了 查王 喜新再回到球桌间 这一季正手拉球 让他拿到了第六分 哇 这步伐确实快 好 今年一整年打下来 喜新只曾经输给国外选手一次 那是在亚洲杯的时候 小组赛曾经败给日本的丹羽孝希 除此之外 面对中国以外的选手 他是从未输过球 很可怕的战绩 这个整个 抢弓的这个匹立 完全是喜新掌控 所以你要 尤其男子选手 你要 防得住喜新这种拉球的 这个多变 变化呢 确实不容易 对 所以我想瑞典这位选手 如果你这样的战术 没办法做有效的进攻 要赢球的激励是非常小 当然面对的是短球 当然这个球 也是偏高的球 也是喜新处理上的自己的失忆 救了一分回来 现在比数形成3比8 现在比数形成3比8 这套的发球 7下第4分 第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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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各位某体育馆 这边 选手 有好的表现 观众也不另给予掌声 哦 确实是 发一个对角线长球 那喜新也不怕卡尔森呢 你打 掉开直线 一般来讲就是挤到身体呢 你要发力是难度很高了 所以喜新呢 完全是撤开了 好 短球 又是直接拿分 发球的变化 确实也让卡尔森呢 很难招架 在4比10 面对到6个局点 喜新又是场先拉起来 卡尔森的推挡出界 也让中国选手11比4 再拿下比赛的第二局 现在2比0 领先地主好手了 主席 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 2015年ITTF 瑞典公开赛四强战 南单部分 地主拳手卡尔森 遭遇到很大的阻碍 面对中国 目前是还无第三的血腥 前面两局很难逃到便宜 5比11跟4比11的落败 所以整个打法上面确实是落居下风 我还是可以听到场面的观众依旧很high 就算他们的选手是0比2落后 但是可以看到卡尔森有这样子 不时有好球出现已经是很值回票价了 哇这个球 可以看出啊 喜新的揭发球 台内的一个 稍微带有一个滑拍的假动作 然后整个掌握进攻了 所以卡尔森还是没有 没办法进攻 哇 就是厉害 这个喜新的 震手的拉球 2比0的开局 轮到喜新发球 哇 发球之后的抢功 这还是让卡尔森很难招架 不管他是想要反拉 或是想要推挡 其实都很难抓准这个球点 哇 这次接发球相当大胆 果断 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变化 一般来讲说是能够有摆的控制 能够有进攻 左右的进攻 那短球来讲呢 当然 这个技巧要很高的 哇 测开了 全力的测身去抢功这一板 喜新 拉完球之后整个人是要趁着地板 才能再弹回来 送一个短球 他也了解卡尔森 这种短球你基本上是被动的 所以喜新呢 产现出他的移动 想要再为求加连测旋转 我这一次直接下网 4比2 领先的依旧是中国的许昕 下一场比赛的将是由两位中国选手 进行较量 樊振东要出战梁静坤 4比2 5 这个台内的领球 喜新呢 还是利用呢 他的这个正拍 还是去抢功 所以事实上 从比赛过程当中 喜新呢 拼命的测开 当然你测身呢 你没有直线的掉开 你打得蛮危险 但是也不容易 所以我想以喜新的步伐 你可以看出 他就是压迫式的抢功呢 整个掌控的非常好 卡尔森在第三局陷入落后的情况下 也决定要使用暂停了 这一局来讲的话 其实只要 喜新技术是正手 有进攻就有得分 卡尔森找不到 太多方法可以围棘 也需要赶快跟教练讨论一下对策 对 那对卡尔森 尤其自己的发球段的部分 发得很短 但是呢 最后还是由喜新掌控整个控球 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 喜新的台内的短球的细腻度 当然一般来讲 在单打的比赛呢 因为发球随时可以改变落点 场短左右制造抢功 那这场球赛瑞典选手 根本没办法发球场空 所以也是落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现在可以说一路挨打的情况下 暂停结束 回到场上 许晶还有一次发球 又是管球 这个挡得好 对的位置没有问题 让卡尔森要到第三分 哇 这次发球直接被攻了回来 对 发得太长了 喜新的正手 确实是太稳定了 而且变化又多 3比6 好短球 撤开 哇 又是一样 这局第二次 这个全力测身的抢功 哇 这个确实是整个球桌 他已经闪生到桌子外面这边角度 他还能够发力 这直拍的选手 本身就是强调的步伐 那喜新呢 也是在桌球场上 算是高大型的人物 速度快 然后左右横移 对他来讲 可能是平常训练的主要 他的身高来讲 也是中国队 在同期的三大主力里头 是最高大的一位 再加上他的动作局势非常灵敏 所以能够涵盖到球脱的范围是更大 也能够进一步的弥补这个直拍选手的一些缺点 3比9 哇 又是短球 对 这是 目前来讲 卡尔森 无法做一些突破的一个弱点 那也 哇 8球送分了 所以 第三局的比赛就此画下据点 许昕在11比3 抢下来 现在3比0 取得绝对的优势了 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 瑞典选手卡尔森 面对中国许昕的比赛 现在要来到第四局 这三局来讲的话 许昕是 全面占据上风啊 所以 也没有给卡尔森太多机会 因为今天许昕的这个进攻把握度实在太高了 第四局的比赛 在进场球迷的掌声当中 现在卡尔森要全力的抢弓 看看能不能够抢到一局 第四局先由许昕来发球 哇 这一板变得很不错 掌握到许昕想要侧身 侧身 吊开 对这个球也刚好是打的球呢 又是好像要出台不出台 再次的掉开了 那卡尔森呢在弱点路线上呢 有所改变 很明显的也知道喜新呢 不让他有一个机会做一个测开的动作 这边也影响到许昕这一轮的接发球 连续两次正所谓的控堂被调动 现在卡尔森三饼的开局 是想要拼直线 卡尔森呢在这个球赛 短球上呢如果再稍微加强一些 那长球的加力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短球的处理 中原台的对拉 喜新变线 卡尔森跟上来还想要再加压一板直线 很可惜的是这个旋转有没有办法刻住 这个正拍 这个正拍 你可以看出喜新的拉球 他的整个弧线 弱点他还能够掌握 2比3 把一个出台球 这是卡尔森的一个机会 4比2 这局卡尔森到目前为止还保持领先 让现场的球运朋友 再度的响起如蕾的掌声 再次突破直线的这个位置 5比2 这局里头卡尔森干脆不让许昕 有任何进攻的机会 他自己先主动的先起板 好球 好球 把球抢攻 第二次的成功 事实上 你可以看出 卡尔森确实 如果是在进攻的力道 非常强 那如何的掌握 好喜新 应该是短球 对 要摆短是 也是个策略 但是毕竟呢 你转与不转的这种旋转 一定要拿捏掌握得很好 好有机会了 中眼才对啦 起到了喜新的身体 第七分也到手 对 只要有所谓的 长球的对抗 就是卡尔森的一个机会 这个短球的处理 完全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来接 那喜新的动作很快 尤其直拍的选手 手指跟手腕的应用 也是他的一个特长 好又是一个出来一个点 好放高球 哈尔森的进攻爆发力十几 这场球赛呢明显的可以看出 瑞典这位选手呢 正手呢 已经展现出他的威胁性 第二次的毛巾暂停结束 现在轮到许新的发球 4比8 哦 漂亮的 排内的一个 正手的一个 带有进攻之后的一个 大角度的抢攻 但喜新呢 可以利用呢 短球上的变化 确实是影响卡尔森的整个回击 三分的差距 又是短球 直接的正手的一个快攻 波攻 不管是发球 或是发球抢攻这个环节 还是让卡尔森 找不到方法应对 现在卡尔森能做的就是要把握住自己的发球 我想卡尔森可以利用批场打 领球来打 你在完全是掌握台内的球 卡尔森应该是 都是被控制住 所以领先的卡尔森 包括发球 不见得要太保守 好 一分差 卡尔森现在有点压力了 这次正手发生失误的结果 让许昕第四局来到后半段翻平了 8比8 卡尔森的揭发球 我想也不能跟前两球的出力 太多的保守 对 哎呀 这个球是 极长球 虽然卡尔森想要直线掉开 很可惜 这是徐昕在这局里头首度取得领先 再发一个长球 紧接着马上第三把的抢攻 让卡尔森无法招架 10比8 现在中国选手许昕逼出了两个赛末点 哇 前面卡尔森的领先啊 好像过眼云烟一样 一下就被追平 然后再抄前啊 又是白短 哇 这个不错 哎呀 可惜哈 卡尔森这个球没有拉近 卡尔森这手拉起来 挂网的结果也让许昕11比8 拿下比赛的第四局 最终可以直落四次打败了地主好手许昕 获得了今年瑞典公开赛 男子单打冠军战的轮票了 这边也要请观众朋友 再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继续欣赏这个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